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周到周到 陈生 秋曼 你们两个人陪云州 一起跑一趟吧 林宇冲他们两个人嘱咐一声 接着给窦心仪打去了电话 让窦心仪尽快带着窦老和王老赶过去 陪同云州一起回鲁东 随后林宇从行李里掏出一个包裹 递给了云州 这武林弦听说过吧 没有 云州轻轻地摇摇头 满脸茫然 天才地宝总听说过吧 天才地宝 云州面色陡然大变 身为一个修习悬术的人 他自然听过天才地宝 这可是只存在在传说中的宝物 这里装着的是天才地宝中 极其珍贵的一种武林弦 此物虽不能说是包治百病 但是奇笑卓著 希望他能够帮助金龙叔叔撑住了 云州望着手中的包裹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没想到林宇竟然肯将这么宝贝的东西 拿出来救治他的金龙叔叔 他此时才真切地感受到 这个宗主光明磊落 心怀坦荡 是真正地关心他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 林宇这才转头冲肖曼如说道 小姨 您把何叔叔具体所在的地址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机场 一想到何自珍此时的处境 林宇便心急如焚 一刻都等不了了 他想迫切地赶到边境 去寻找何自珍 肖曼如精神一阵急忙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太危险了 您不能去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啊 安心地待在家里 一切交给我行吗 假如 你就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肖曼如一双眼睛 又泪眼蹭蹭起来 他满眼恳求地冲林宇说道 让我自己待在家里 我不放心 我既放心不下你何叔叔 也放心不下你 虽然林宇不是他的儿子 但是他和何自珍的内心 早已将这何家荣 当成半个儿子了 所以他此时担心 林宇这一去 没救出何自珍不说 反倒自己出了什么闪失 可是 边野之地 实在是太过危险 尤其是你一个女人家 家荣 求他我求你 大不了我到了之后 就老老实实地 待在营地里 那好吧 林宇轻轻叹口气 见肖曼如如此地坚持 便再也没有阻拦 肖曼如跟他一起去 倒也方便 他和营地那边的士兵对接 那我这就让家里的阿姨 帮我把衣服送过来 肖曼如面色大喜 他急忙跑到一旁打个电话 林宇趁这个间隙 给力阵声打个电话 先生 你和老牛回来了是吧 怎么还没有到医院来啊 那个赵院长说 玫瑰这段时间 恢复得非常好 有可能 过不了多久就能醒来了 真的吗 林宇听到这话 心头猛的一跳 真的假的 您自己过来看看不就得了 这些西医的遗迹 都这么不靠谱 还是您自己过来 把脉最靠谱 那个 力大哥 我暂时过不去了 我现在马上要赶赴边境 家里的事情 还是继续麻烦你的 什么 边境 为什么去边境啊 哦 和二爷那边 出了什么事是吗 暂时什么情况 我还不清楚 你让参数员 直接去京郊机场等我 让他陪我一起去吧 等奎木郎从米国回来之后 让他去医院支援你们 哦 哦哦 我正确让他过去 电话那头 力震生答应了一声 接着 亲生的嘱咐道 先生 您和和二爷 一定要黯然归来啊 放心吧 一定会的 林宇喃喃说道 既像是对力震生说 又像是对自己说 挂断电话之后 林宇便带着百人图和肖曼如 去了京郊机场 等餐水员赶到之后 林宇便购买机票 带着众人踏上了边境的行程 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已是下午 所以到达边境的地级市之后 已经是晚上 相比较北方的寒冷和干燥 这里的温度明显要宜人的多 空气也异常的湿润 大排大排的棕榈树 清脆茂盛树立在机场前的道路两旁 路边摆着许多的售卖当地水果的小贩 来往的旅客戴着墨镜身上 穿着人子托短裤短袖 一派休闲舒适 显然大多数人都是来度假的 不过林宇的内心却是截然相反 感觉一步便进入这温热的环境中 离和二爷更近了 反倒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了 佳容 明帝离着这里 还有一百多公里 我们要不先 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 萧曼如轻声说道 虽然她心中焦急 但是不好意思让林宇一下飞机就立马奔波 不了 我们还是直接出发赶往营地吧 牛大哥 你到附近租辆越野车 我们连夜赶往边境 百人途答应一声 离开后 没过多久便开着一辆汉马越野车赶回来了 林宇和肖曼如参水员赶紧钻进了车里 百人途用力地踩着油门 一路飞驰而去 她知道 现在对于何自珍而言 时间就是生命 林宇已靠在车座椅上 望着窗外渐渐暗淡下来的天边 内心一时间竟然生出了一丝惶恐不安的情绪 因为她不知道前方有多少未知在等着她 车子驶出视力之后 天色便彻底暗下来 同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雨 使得原本就有些湿尘闷热的气氛 变得更加的压抑了 一路上在车内众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肖曼如时不时地给百人途指指路 路上的时候肖曼如一直尝试着给何自珍的副官打电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打通 车子越使道路越偏 前方的道路越来越黑 雨在不知不觉间也下得越来越大 石子一般的大雨 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玻璃上 百人途被迫将车子的速度降下来 慢一点 前面的雨林里有一条小路 好像是通往边境的 从这里走 距离能近一点 可以省一个多小时 肖曼如看到前方出现的雨林之后 急忙冲百人途提醒一句 探着头朝着前方仔细地辨认着 神情有一些紧张 她以前来边境看过何自珍几次 所以对于这道路她依稀有些印象 但是距离上一次过来的时间 太过久远了 她担心她的记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林雨望了一眼黑漆漆深不见底的雨林 也有一些欲言又止 虽然从雨林里面走要近一些 但是因为里面的地形复杂 同样危险系数更大 不过一想到 现如今的主要任务是争分夺秒 寻找何自珍 林雨便也没有出言阻止 这里就是这条小路 萧曼如一眼瞥见了不远处的小路之后 瞬间有一些激动 没想到她多年没来 这条小路仍旧存在 再见 我应该想到她来的一个小路仍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